我想做一个现场调查 在座的外国记者朋友们 你们当中有谁看过这个两部纪录片吗 有没有谁看过 看过的请举手 有人看过吗 没有 你们居然都没有看 我感到很失望 所以呢 这个很好地回答了 为什么西方的主流媒体 集体 失声 选择性 失语 大多数的西方媒体都没有报 我注意到其实 路透社 法广和每日电讯报 还是有简短的报道的 今天上午 纽约时报 美联社 德国电视二台 包括旅多 你们的法新社 NHK 日本经济新闻 都去了中国国心办举办的这个 社交问题的发布会 你们也都没有报吗 你们能不能坦率地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没有报道 你们不是告诉我们 你们一直是秉持着客观公正 全面的立场吗 你们也非常地关心 社交问题 当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撒谎者 撒着关于 社交问题的 弥天大谎的时候 你们去之若乌 而当新疆的事实和真相 展现在 我们的面前时 你们却唯恐避之不及 这是为什么 你们在担心什么 你们在害怕什么 你们难道真的不愿意 静下心来认真地 做一些反思吗 纪录片当中有一段 冬季运成员拍摄的视频 恐怖分子迫使自己 六岁的儿子 六岁的儿子 学习开枪 虽然孩子连声说 不不 但他还是在他的父亲的 威逼下 拿起了枪 当板机扣动的 那一个瞬间 枪声和哭声 一同响起 另外还有一段视频 冬季运展示了 儿童使用遥控装置引爆 带有中国警察 这样的车辆的模型 这些铁一样的事实表明 东伊运为了他的暴恐活动 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 面对这样的事实 西方的主流媒体和美国 还有一些欧洲国家那些 对中国治疆政策横加指责的人 他们难道真的可以无动于衷吗 他们的良心没有受到任何的谴责吗 我想强调的是 不管你们报还是没有报 不管你们想报还是不想报 关于新疆的事实和真相都在那里 铁证如山 谎言终究遮盖不了真相 就像乌云遮挡不了太阳 我想作为媒体 你们有这样的社会责任 要客观公正地向你们的读者 向你们的观众 呈现最基本的事实和真相 而不是先入为主 选择性地失聪 失明 误导受众 我已经注意到 其实不光是中国国内的媒体 还有一些国外的社交媒体上的 外国的普通的一些读者 都已经对这一现象 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我想 作为媒体人 你们应该有这样的责任 我希望你们能够回去好好看一下 这两部片子 今天在国刑办举办的发布会上 他们也提供了完整的视频的光盘 我希望你们能回去好好的看一看 想一想 然后呢 也客观地抱一抱 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交流一下 你们的感想 我期待能看到你们真正的全面 客观和公正的报道 今天记者会的内容就介绍这些 郑丽 好的 也谢谢深阳带来的直通外交部